比克邦来了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黄晓明 咱们现在在你指导的许多年这个剧组 能向我们简单再介绍一下这部剧吗 然后你带这部剧中的角色 这部戏是颜歌林老师的一个小说 叫做捕鱼山庄改编过来的 那么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 然后讲的是一个铁道兵 当时面临着铁道兵集体转业 然后有复原回家 然后他会为这个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军人要复原回家 那么他就会在这当中是有一些碰到艰难 险阻和困惑 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后来当然也碰到了他的爱情 两个不同的类型的女主角的 分别不同的形式的爱情 一个是现实一个是梦想 那也包括了他创业之后的艰辛和困惑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这是我即将四十岁的时候 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人生选择 就是希望可以多拍一些这种现实题材的东西 真正的能够打动观众心灵的 我相信是真实的和感动的 因为这次演的是一个军人 其实像我们男生 他从小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军人梦 你自己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吗 当然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采访我说 你最想演的是什么 我一直都说我最想演的是军人 还有警察 对 因为大家心中都是会有一个军人梦 一个制服梦 或者说是一个英雄梦 因为好像当军人 当警察是很容易实现自己的英雄梦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对 但长大后当然就面对现实了 可是让我拍戏的时候 有机会能尝试这种 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那演一个军人 你之前有做过什么的功课吗 有啊 就是包括找老师军训 然后包括进行一些这个军事方面的素材的调查 我看过很多的当时的铁道兵的纪录片 然后现场也会跟着一个谢顾问 我们叫的谢顾问 就是当初是 就是那段时间经历了铁道兵转业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一个真正的退伍老兵 然后他会告诉我一些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 所以我们拍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是在他的指导之下都还挺真实的 就大概这些吧 我看你现在鼻子上还有伤痕 因为前段时间受伤了 现在会不会怎么样 还是有一个紫红色的印在上面没有消退 估计还得再过一段时间吧 拍戏这种品你的团队都没有说你了 还有你的家人都没有说 拍戏这种品受伤了 还不如好好来调补修养一下 他们已经习惯了吧 因为我拍戏受伤 这算最轻的了好吗 那你觉得在这部戏中 这个人物的角色和你自己本人有些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有吧 我觉得其实在某一方面来说 如果你们 其实我在生活中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比较执着 我做事其实就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好像有点愣 然后很直很傻 然后傻执着傻执着的这种人 我觉得其实当兵的有时候也是这样 他们比较单纯 所以他们想事情比较简单直接 那可能很多时候他们觉得努力是唯一的出路 然后就会碰到很多的坎坷和困惑和挫折 那其实我也是在生活中也是一直都不停的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的 但是始终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有两样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善良比聪明更重要 然后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这是这一生中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我总结的两点 就是我的成功可能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的内心的这种执着和单纯 另外一部分也是在某一些人生的岔路上 因为人生不断的都是在选择你的道路 可能做了一些相对比较正确的选择 那做错了选择就会碰到很多的坎坷和挫折 这个我也经历了很多 但可能是相对正确的选择多一点吧 才会有的今天 这部剧之前发了剧照 然后很多网友都说看到了不一样的你 因为这个角色和之前的角色可能类型上很不一样 你怎么觉得你对网友这种评价 你觉得有什么想法 首先谢谢大家的肯定 因为凡事都是有相对而言的 有说好的就一定有说不好的 但是我始终都是把一些正确的网友的评论当做是一种鞭策 不管是他们说我也好 还是他们夸我也好 我都会非常客观的去看待这些事情 然后如果他们说的对 我就会把他们当成是一种鞭策和激励 然后来逐渐的去修正自己的演绎事业和人生道路 比如说这次的选择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在网上去给我提建议的和意见的这些网友们 因为我逐渐逐渐的发现其实有些东西是不适合的 而有些东西是适合我的 并且也是观众所期待的 所以我就让自己必须去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做出选择 去改变我的人生 对 改变我自己的这个演绎的事业 除了这个许多年 还有那个中餐厅最近在热播 这两个都是非常让人圈粉的两个自己的工作 你觉得自己这种更平易进行的路线会不会更让自己和别人接受呢 其实那个就是我自己中餐厅的导演做完了这个节目之后 在还没播之前他自己发微信跟我说 说小明我发现我应该是最这个节目应该是最适合你的 应该是我是能到目前为止最能抓住你的点的真人秀设置组 真人秀导演 他说以后你相信我有什么东西来找你 你就问我就对了 我知道什么适合你什么不适合你 他说其实你可能并不适合那种搞笑的那种快综艺 他说你其实反倒是你最闪亮的点 都是你生活中的这些做人做事的点点滴滴 所以反倒中餐厅这个节目激发了我本身本真的一些东西 包括我也要感谢我的老朋友赵薇同学 因为他的一些生活中大家都很随意很真实的交流 反倒是让我的就是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面都展现出来了 所以我其实还是蛮喜欢这种的 他给了我们很多机会能够更多的表现真实的自然的自己 对不是完美的而是每个人都是生活中有缺陷的 但是本质都是善良的 你自己平时周六在追这档中的节目吗 我之前一直在追 最近我每天都干到十一二点的活 所以就基本上是看不了了 但是我偶尔还是会看一些片段的 你觉得你在自己自己在这个节目中表现怎么样 还可以吧 我觉得其实 比较跟我以前的节目当中的东西不一样 是因为这个节目本身的设定 就像我当初问总导演是说 我说你们也不给我们一些提示什么的 他说我们要的就是完全真实的自己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所以全程整个他们都不跟我们交流的 必须得是自己完成 他们只给我们任务 就是你要做什么 但是他们不跟我们说你要怎么做 所以全程我们是在完全靠自己的情况下 展现真实的自我的 对 那你觉得你的思维搭档呢 他们表现怎么样 都很好啊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给你个机会 你来评价一下他们的工作 或者说他们在节目中表现 赵薇你觉得他表现怎么样 赵薇是有他自己的管理方式的 他是一个好店长 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俩是属于这种朋友之间的相爱相杀 就是根本就无所谓的 反正吵吵就吵吵 吵完了就好 这种的 然后 东宇 东宇是一个小朋友 他就真是一个小朋友 他非常的羞涩 很无措在这个节目里 一度觉得自己不应该来这个节目 但是他又非常的努力 并且一点一滴的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东西 适合自己的东西 张亮就不用说了 他是干过餐厅的大厨 那是我 我认为他是我们中国目前为止 我见过的最帅的大厨 也是做饭非常好吃 那嘉嘉因为我是新认识他 但是他确实很努力 完美 真的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刷了这辈子这么多晚 他如果不做这节目 我估计他这辈子再也不想刷完了 已经彻底刷伤了 对 那就是有没有你觉得自己在录制的时候 印象特别是那个片段 但是很遗憾 没有在节目中呈现出来 你现在有没有印象 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呢 因为我后边的没有看太仔细 但是我其实在节目里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健身 对 我每天早上都会比大家预定的时间 提前起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健身 然后健身完了 有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做点吃的 这我不知道节目里有没有表现出来 有看到大家好像最后有说约定大家11点 必须得人到餐厅 看出其他几个人都有点赖床 对 然后大概是这些吧 然后也没什么其他的 因为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也发现了你经历了很多 第一次 比如说你第一次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菜 然后还有第一次被赵卫夸很帅 对 你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就第一次被他夸 长得很帅 当然第一次夸 第一次被他夸我还是挺高兴的 但是我最高兴的 还是我第一次做饭被认可 尤其是被不认识我的客人 外国客人认可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 我做茄汁大虾被一个外国女客人 第一桌外国女客人认可的时候 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人生到达了另外一个巅峰 对 然后这句词后来被大家用在中餐厅里用过好多次 那你现在比如说就录完节目之后会跟比如说你的团队或者你家人做茄汁大虾吗 没有做过了已经我录完这节目之后就进组了基本上没做过 但是很多人说你要做给我吃我说好好好我都答应他们了 对等我拍完这部戏吧 那你觉得他们的口味他们是会选鞋子大家还是会选那个珍珠丸子 我们是青岛人 对我们会爱吃海鲜 那其实除了今的第一次我们也看到了被你的英语能力震惊了 因为我们上一次看到你展示你说英语能力还在中国合伙人的时候 对 然后现在这次在节目中说语非常溜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方法让自己快速提高 或者说自己经过什么样的训练没有呢 其实我觉得本身我就是很想学英语的 那后来又碰到了notatout这个事件 我觉得它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个坏事也是个好事 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相对而生的 然后相生相克的同时也是有利有弊的 比如说网友对你的批评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期待和鼓励 那比如说你英文不好被人嘲笑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大家对你的一个期待和鼓励 所以在那之后我反倒发誓要把英文学好 所以后来当中国合伙人里的陈冬青演一个英文老师找我的时候 我是很兴奋的 所以我那部戏也是因为这个而学了一段时间英文 那后来也没有完全的丢下 就是一直在说 但英文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你几个月不说基本上都还给老师了 所以我也断断续续的也是偶尔比如说拍外国戏的时候 跟外国人在的时候我也还是在实惠来再继续温习一下 那所以一些基本的交流还是没问题的 对太高深的话我相信还是得去国外生活一段时间才能说的更好 对所以现在也就是基本交流吧 嗯 我觉得还是挺特别好的 谢谢 我自己看节目哈 我们想一个一个点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你一直在说自己要减肥 可是一直在吃吃吃 就是在美食面前你真的是无法控制你积极吗 对不起 我承认我就是个吃货 怎么了 我就是我是一个易胖的吃货 人往往都是身体需要 他就想吃 但是这种人往往就是特别容易胖 有一些瘦子可能是比如说肠胃不太好的 他不容易胖 但其实他吃饭就吃的少 但是我是属于吃了之后就永不咸多的那种 大家可以看我一直不停的吃 所以很多人说看着我吃饭香 就吃的特别快 这是我的一个毛病 所以我是个易胖体质 我需要这些各种各样的垃圾食品 可是为了 那剪下了会不会就很麻烦 可是为了拍戏我不得不减肥 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如果真的每天都是这样吃的话 我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毫无乐趣 所以我给自己一个原则就是 拍戏我就好好地减肥 每天就吃 大家看到我吃草 吃无油无盐无糖的肉 什么的和蒸馏水都没问题 但是不拍戏了 我就正儿八经的好好地吃 尤其是跟朋友跟家人在一块的时候 别人吃你不吃很没劲也很不礼貌 所以我就痛痛快快地吃 拍戏了提前减就完了 所以你最喜欢吃什么呢 比如说吃辣椅食品的话 但凡你觉得肥的我都爱吃 对 比如说什么油炸食品了 比如说什么月饼 什么包子 这种饺子 这种主食炒米饭 面条 因为山东人爱吃主食 这都是我特别爱的 对 那你会 比如说拍戏的时候是瘦了状态 然后可能在生活平生活中 可能就比较放松一点状态 还有巧克力 对 你说 这两种状态 你觉得你自己比较 觉得哪种状态会更舒服一点呢 那当然生活状态了 因为你在戏里边 你要的就是做一个平常别人看不到的你 所以你希望在戏外面是在塑造角色 那塑造角色就需要你调动全身的细胞 去想去用形体和语言来表达你所要表达的这个人物 他是在生活中的你是不可能体验到的 那在生活中你就完全可以做你自己 然后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性格 你可以吃你想吃的干你想干的 然后累了就休息会儿 不累了就就就就学习工作一会儿 对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还有个点是我爸妈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你在记录中特别节俭 你觉得你在生活中是一个特别节俭的人吗 我在生活中相反被人说太太大手大脚 而且我还是买单网 我个人认为我的生意观是该省省 该画画 因为你做生意 所有人都懂得有一点就叫做节约成本 因为你只有合理的节约成本你的每一分利润才能变成你的纯利润 那尤其是节目里他给你的成本是有限的 如果你一下子都花完了的话 那你将来怎么在就是你你没有你没有东西去去去花费这些个材料 你怎么去把它挣回来 所以钱可以花 但一定要花在点上 花在刀刃上 这个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做投资和做生意的总结出来的经验 那其实我在节目里好像也是比较两面的送东西的时候也特别大方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 包括订船的时候 对 订船的时候 我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了订个条大船 是因为我看到天气不好 我是海白长大人 我深知道船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安全的高与低 所以我觉得你这种钱是必须要花的 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 这个你挣来的钱就是要花在刀刃上的 可是这种时候 比如说周冬宇就会吐槽你太抠了 你会觉得我接受这种评价你会是怎样的 我不所谓 是吧 因为我觉得不需要所有人都夸奖你 为什么你一定要让别人夸奖你的 对不对 你只要做到了你自己觉得该做的就可以了 那你在节俭这方面 如果说你节俭的程度 你会比如说家里老婆还是吃的吃 吃完的剩饭你都会要说为了节俭再吃两口吗 会啊 我第一就是就是我跟我爸爸学的 我爸爸每次都看我们吃剩的 他就会说来来来给我 我给他吃了太浪费了 说这么好的东西 后来我也是这个毛病 所以很老婆就说我就特别像我爸爸 我的性格就是那种没事没事拿来给我 然后另外就是在剧组的时候包括跟周围的工作人员出去 不管干什么我都会告诉他们 从节俭要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开始 我可以给你们买好吃的好喝的 但是你们必须要给我吃完喝完 包括水 你们必须要给自己做一个标记 不能随手一扔到时候混了就不喝了 要每个人把自己手里的矿泉水瓶子里的水都喝完 对你身体也好 然后也是一种节俭的表现 那大家时间长了习惯了就会养成节俭的习惯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节目播出之后其实有一种说法叫 有一种友情叫华晓明和赵薇 你觉得这个节目之后 你对魏姐有没有一种新的认识呢 有 我觉得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晚上也会去总结到底做的对不对 比如说在中餐历的中餐厅里的表现 也一样会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 那我就会在想是不是我有些方面做的不够好 那后来我发现我还是有一些很敬佩赵薇的 因为他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对他的很多的处事方式虽然跟我不一样 但是也是一种我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从美人身上再去吸取一些优点 然后将来在自己做事的时候可以看得更高更远吧 我看你们在节目中除了拼歌技还有在聊自己孩子 而且周哥还说过小思月曾经夸你说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这个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我可以说是从小看着小思月长大的 对 虽然大家也不是老见面 但是小时候确实是我还记得很清楚 小思月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居然害羞了 他妈妈说你居然害羞了 后来他就跟他妈妈说我觉得小明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当时我把我搞得害羞了 对 所以这事就成了一个梗了 对 然后他就一直说 每次见面他都特别害羞的样子 嗯 那他有经常看你的宝宝吗 嗯 不关系吗 好 那除了在咱们节目中有进行餐厅 咱们平时也有也可以有自己开餐厅 你觉得有没有在节目之后学到一些技能 一直到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有啊 我觉得因为其实之前我也有做过一些投资的东西 然后这次通过自己的真正的实践去做 从底层员工开始做的时候 我也发现了很多的底层员工的不容易 那所以我我以前我对员工也很好 现在我会对他们更好 更加理解他们 然后这是其一其二的就是对于经营方面的东西 我也会更坚决的执行一个内容为王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啊就是让产品质量和口碑必须要放到第一位 但同时也是在合理的成本的范围之内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更多的优惠让给顾客 对因为这是总结下来这确实是一条非常好的能够一开始吸引顾客的方式 刚刚说到对员工好啊 因为前段时间刚出了苹果新手机 然后你就给你的员工们都买他们都收到了吗 当然都收到了 我是第一时间买第一时间送的 其实我还有更大的理 只是那个更大的理还没到而已 但是我为什么送这些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大家用的都是这个牌子 所以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既实用又有惊喜的 对我觉得我送东西还是要以实用和惊喜为主 对 因为之前我记得咱们还有你有报员工像古天乐要签名这种东西 真的就很宠击的员工 我就特别想知道除了这些奖励制度 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些什么惩罚制度呢 有 这也是我最近跟所有的部门强调的 就是奖宠 奖惩必须要一起 就是你要有重重的奖 也要有重重的罚 如果只有奖没有罚 大家就会 大家就会不那么努力 那如果只有罚没有奖 那大家就还是会心理上会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采取的措施就是要重奖和重罚 他们会有绩效考核的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会跟我汇报一次 至于 对员工好做那些 要签名的事情 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 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我也会有喜欢的偶像手足无措的时候 比如说我第一次见发哥 第一次见超伟哥 我到今天为止见他们都还紧张 我也想要签名合照 所以我非常能理解他们 所以我跟我自己的员工都是平常就是跟哥们朋友一样的 但只是我对他们都是以鼓励为主的 然后但是同时也是要严格要求大家每人都必须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可是我认为我应该是给他们做榜样的 也要到我们自己的私生活 所以 就有时候真的被曝光了其实是挺难受的事情 当然其实 我记得好像在我们领证的时候 冰冰曾经开玩笑说 你有了我们就要那个什么 你赶紧对你先我们就 他怎么说的这我忘了 对反正也挺有意思的 对 但别人的事我觉得我们就不要过多谈论了 因为那是人家的私生活